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有什么生活上的困苦和不觉的地方 欢迎给我们留言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变得更好 以和为贵的民族需要很新的能力 蔡康永有很多头衔 著名主持人 作家 设计师 演员 编剧 导演 但我觉得她更像一个心理咨询师 她非常善于把心理学深奥的知识 通俗易懂又精准巧妙地表达出来 比如谈到情商高低时 她直言不讳地说 很多人都认为林志玲情商高 永远温柔 永远微笑 其实这是在取悦他人 真正情商高的人 应该像周杰伦那样 我行我素 有各种情绪 有各种喜怒哀乐 偶尔也会发脾气 向公众展示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因为真正的高情商 是敢于真实地做自己 而不是为了别人 办一个完美的自己 比如谈到交往尺度时 她毫不客气地说 我鼓励大家做一个冷淡的人 我不认为过于温暖 是跟别人维持良好关系的一个立场 如果被温暖两个字绑住 就更吃力 因为所谓深交不是如交似妻 而是尊重边界 比如谈到往事和解时 她一针见血地说 有些人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们终究会原谅那些伤害我们的人 其实那不是原谅 而是你的格局变大了 伤害萎缩了 所以你说算了算了 因为真正的原谅 不是宽有伤害我们的人 而是我们一路努力 放过了自己 如果你看过蔡康永的著作和节目 你会发现 她有很多这样充满哲理的论述 我把她的这些论述 总结为 最好的你需要狠心的能力 因为我觉得 中国人骨子里 以何为贵的性格特征 让很多人 在浑浑顿顿 犹犹豫豫 憋憋曲曲中 浪费掉了自己的一生 活得太憋屈的人 是因为陷入了这十个误区 而缺少这十种狠心的能力 对父母要有离别力 很多年轻人在求学和工作时 会考虑到离父母近点 这种孝心值得肯定 但需要看见的真相是 孝顺不一定就是在父母身边 孝顺是让自己变得更厉害 然后在父母需要的关键时候 站成一棵不退缩的树 唯有登过险峰 才能不负此生 唯有去过远方 才懂父母情长 不要仅仅看见 父母在不远游 更要看见后面一句 游必有方 对学习要有坚韧力 任何年龄段的人 都需要学习 这种学习并非都来自书本 而是怀着谦卑的心 去修行自己 都要挨过一个 枯燥重复的白昼黑夜 才能在某个寻常的午后 看见花开 对爱情要有断舍利 打开社交媒体和网页新闻 铺天盖地的 大多是和爱情有关的悲剧 出轨 家暴 赌博 谋杀 自杀 相害 包括金字塔间的精英名流 和偶像明星 也不能例外 爱情最大的两个依赖 身体依赖和精神依赖 很容易让人在摇摆中 产生真爱幻觉 进而返回老路 纠缠不休 直至消耗终生 或惨案发生 发现找错了人 学会切断 学会舍弃 学会放手 学会一个人在孤独中走出来 这不是薄情 而是自爱 对工作要有极致力 一边牢骚满腹 一边被动付出 一边碌碌无为 一边哀声叹气 这是很多上班族的困境 工作的本质 不是养家糊口 而是你在一个平台上 做到极致 然后有能力 跳到另一个平台 对婚姻要有抗压力 很多婚姻的不幸 开始于结婚之前 年龄大了 再拖就不好嫁了 随便找个人嫁 结果天天吵架 讨厌父母 赶紧找个人结婚 结果一选一个人渣 喜欢多年的爱人分手 找个老实人填补 结果日子过程出轨和嫌弃 不幸的家庭 其实也是相似的 你对婚姻有多凑合 婚后你就有多难过 因为婚姻本是一场敬畏 敬畏爱 敬畏家 敬畏爱人 对子女要有冷却力 教育的本质 不是包办 不是管制 不是打压 也不是一味地顺从和赞美 而是身体力行的引导 宽言相继的讲诚 少用情绪 多用事实 少用控制 多用平等 少用高高在上的语气 多用平等探讨的诚意 不会教育的时候 闭上嘴不交 做好自己的事情 就是一种教育 对爱人 要有送别力 你爱我 我们就是一体的 我们在一起时 就要步调一致的 我们结婚后 你就要宠我 我们在外人面前 就是要幸福美满的 这不是真正的婚姻 这是异想的童话 一切情爱 本质上是学会爱自己 然后把这爱的能量 辐射给靠近你的人 对兄妹 要有疏离力 任何成年人 都不要过多干涉 兄弟姐妹的事情 什么姐姐和姐夫吵架 当妹妹的 跑到姐夫单位闹一场 结果人家两口子和好了 妹妹成了仇人 什么弟弟赌博输掉五十万 当姐的 偷偷背着老公去还钱 这些事少干 干得越多 越添乱 让一个人 对他选择的事情负责 这是对别人的尊重 你最重要的使命 是过好自己的小家 这不是自私 而是对自己伴侣的尊重 对敌人 要有摆脱力 有交集的人 才是敌人 他可能是你生意上的伙伴 你工作中的同事 你婚姻中的第三者 你最信赖 却背后插你一刀的小人 如果你足够强大 那么就捏准他的七寸 去反击 让他再不敢招惹你 如果你本身弱小 那就不要和他过多纠缠 把精力用于强大自己 不要一辈子 消耗在和敌人的恶斗上 为你讨厌的人这么做 不值得 对自己要有清醒力 有人向智者请教 如何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智者说 大痛时不悲 大难时不死 大伤时不退 大喜时不骄 大顺时不傲 大胜时不惭 如是清醒 方为优秀 一个人最难看清的人 不是父母 爱人 孩子和敌人 而是那个内心里住着几个分身的自己 是的 这世上最好的人不是完人 而是因为残缺 所以从不放弃努力 这世上最好的爱不是永远 而是看见离别 仍真诚如初地做自己 这世上最好的亲人不是血脉 而是看见边界 所以更尊重彼此的领土 这世上最好的家庭不是豪门 而是我们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我欣赏窗前的花 也允许你沉迷落日的侠 这世上最好的文章 不是报文 而是因为看见平凡的人喜怒哀乐 而不厌其烦地将笔墨 对准一个个琐碎问题和朴素灵魂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